日本政府又在刮起历史翻案封 安倍再次放重话批朝日新闻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报道是有意让其政权倒台 日本优异团体次世代党更是决定向国会提交一份声称慰安妇并未被强征的决议草案 周五上午安倍在日本众院就朝日新闻撤销慰安妇问题相关报道再次批评称 应该事先切实调查清楚 不应该发生的事却未能防止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名誉 安倍还称这是有意想让安倍政权倒台才想要刊登出这样的消息 今年8月5日和6日朝日新闻连续两天刊登报道 宣布撤销1991年至1992年的一系列文章 该系列文章引用日本军人吉田清智的证词 吉田在著作中称自己曾使用暴力强弩女性迫使其成为被安妇 朝日新闻此前对吉田证词的报道引起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强烈不满 安倍更是多次发表批评言论 对此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晶波指出 安倍从政以后一直意图去除日本的历史污点 因此才多次发表否定历史的言论 他就试图重新想要挽回所谓日本的名誉 所以朝日新闻这样的报道或者像吉田这样的假的证词 是损毁了日本人的这个名誉 所以他是有这样的一种情感性的宣泄 其实他我想他内心也未必不知道他这样的言论出来以后 对这个日韩关系日中关系都会产生很多消极的影响 但他骨子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理念 日本右翼最近也再次发起推翻河野谈话的方案风 此前从日本维新会中分裂出来的十元新党次世代党 上周二整理了一份声称 慰安妇并未被强征的国会决议草案 该草案声称 日本政府1993年承认慰安妇强制性的河野谈话 是在未确认相关事实的前提下做出的 并批评河野的言论 导致日本及日本人的声誉被破坏 次世代党计划将草案在本次国会上提出 并要求河野杨平出席国会会议 次世代党的中原议员山田水迈 更是语出惊人 直指河野杨平犯了历史性的大错 他曾在国会上断言道 日本有关慰安妇的悲剧 是从朝日新闻采用被证实为有误的 吉田清智的证言进行误报 以及河野杨平召开记者会 做出河野谈话之时开始的 次世代党的话呢 相对来讲在日本可以说是代表了极右的势力 因为慰安妇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成了一个国际共识 大家都认识到或者认可 日本在过去战争期间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罪行 所以他们极烈否定的话 我想只能造成一种反的效果 反而激起更多的相关国家 对日本在这方面态度的谴责 而安倍政府和右翼人士 企图否定侵略历史的举动 不仅引起了中韩的反对 国际社会也多持批评态度 上周三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 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 就当着日本名人天皇的面表示 日本二战时期的侵略史 他无法忘记 二战时 日军占领当时属于荷兰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 将荷兰士兵和百姓等十多万人关进收容所 并强行抓走民间女性 让他们充当慰安妇 亚历山大指出战争创伤 现在还让很多人的人生被阴影笼罩 他强调 两国友好的基础是承认历史 当天出席晚宴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 163名两国官员听取了他的发言 荷兰外交大臣弗朗斯蒂摩曼斯 本月初就国王访日 召开日本记者座谈会时就曾表示 二战期间的日军未安抚问题 属于强制卖淫 这一点毋庸置疑 荷兰当年也是属于法西斯侵略这一方 他当然对于当年是跟德国法西站在一起的日本 在这段历史侵略历史 他当然是会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我想这也代表了世界人民的一种良知吧 不过也有日本保守派首次提出 可以移邻战犯 从而解决禁国神社问题 英国《泰晤士报》引述日本之盲者家属联合会 福冈分会发言人的话称 如果想缓和因参败导致的与中含紧张关系 可以把14名假期战犯的灵魂从禁国神社驱赶出去 日本阵盲者家属联会呼吁禁国神社不再私奉这些人 其中包括东条英机 认为这样就可以消除禁国神社导致的对抗 日本政要前来参败 也可以让人接受 事实上类似的想法过去也有人提出过 但这是首次由阵盲家属联合会正式表达出来 阵盲家属联合会由上世纪的日本超保守人士组成 在日本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 泰晤士报称 这个想法被正式提出 正值中日关系处在极其敏感时期 双边关系数十年来处在最差的状况 部分原因就是禁国神社问题 如果他移除的动机说 要把假期战犯的排位移出去 然后进行单独的祭祀 然后日本天皇又能够去参败 没有假期战犯的禁国神社 那么说明这个组织它不仅很保守 而且也比较偏向于右翼的色彩 它的这样一个做法仅仅是一种策略的应对 实际上它要进一步扩大禁国神社的影响 感谢观看